我今天講座的主題是 世尊喜歡的再傳弟子 鄧言法師 我們都是世尊的再傳弟子 是不是 對 世家世尊會不會喜歡你 會 你那有自信 對 師父在年輕的時候就一直說 我下輩子還要再來 有一次師父在國父經理管業家 就說我下輩子還要在這裡 那時候楊佩老師在場 大概五集 大概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那裡 像我們又辦中秋館會 又邀請一些軍事人一起 在那裡過中秋節 那有時候師父會講一些 跟中秋節有關的故事 覺得師父的詞內跟智慧 所以好像是伸手都摸得到一樣 在餐廟中 好像榮都掛不開 就非常感動 所以就決定留下來 在榮橋住了一年以後 我就打第二次成親 那師父在施工原籍的時候 就回到台灣來 施工沒有太多地址 那是他還有一個聖開法事 有些聖開法事很早就離開 那其他就是一些民修民 所以就一定要師父回來 接葬 我換完還有我們的師父 師父是47歲 那個時候 從美國回到台灣 從此以後 師父的時間就分成兩半 三個月在台灣 三個月在美國 就這樣講 三個月 三個月 師父在七十歲那裡 因為我身體狀況真的很好 他就寫了這個祭壽 一撥七十千家飯 孤身仗竹冠禮服 原必隨緣紅化莫永永 圓壁放身 三兩瘦 當你開始感到 有點迷惑有點彷徨 不要迷失方向 其實人生 充滿著希望 在不遠的地方 有可以停靠的感恩